好 咱们继续开始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我给大家挑的是这三个税 汽税 耕地占用税 还有车辆购置税 这三个税 那么大家看出来这三个税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为什么把这三个税放在一起 它的最主要特点一定注意这俩字 这三个税它主要的纳税人是承受了土地啊 房屋啊 还有车辆啊 承受了全属的单位和个人 这话理解吗 你看最典型的卖房子吧 当您家买了房子了 房产证不就落在您领下吗 您得到了房子的所有权 耕地占用税呢 您把这耕地蒸上来了 不就变成您企业 您就拥有了使用权 只不过不是所有权 但您拿到使用证书了 买了车了情况下呢 你一定拿到机动车的产权证 产权证上一定是您的名字 所以你发现这三个税的最大特点是 纳税人一定让谁交 谁得到了这三个房子和车地 他的产权 谁承受了这个产权的 谁来交 所以这个税的主要特点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谁拿到了这个不动产或者是车的产权的权属 承受的这一方 谁来交这个税 如果说呢 我虽然买了车了 但是呢 前脚买了车 根本就没落在我名下 转手又卖了 你不交车辆够置税 当然了具体我们在讲税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 你比如说气税它跟车购税不一样地方在哪 它跟耕地占用税也不一样 气税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它可以是多次 它不是一次性的争 就针对这个房子 针对这个地 不是说挣过一次就完了 谁你这房子流转一次 他就会交一次 我第一次从开发商那买房子 所以我要交气税 我交了住了两年了 我把这个房子又卖给夏家 夏家买的房子 他还得要交税 就跟买车不一样了 买车的特点是 我先从汽车厂4S店买了车 所以我对这个车要交了车购税 落在我名下了 当我把这车开了两年又卖给夏家 夏家已经买的叫二手车了 就不用再交车购税了 为什么 因为车购税的特点是只挣一次 是一次性征收 挣一次就完了 就是在第一次落户 承受产权时候 对产权人交 以后不可以再交了 汽税可不行 汽税是多次 承受一次就交一次 只要你承受了房屋全数就得交 包括耕地占用税也是一样 只一次性的征收 就是第一次把耕地征上来 改变耕地用途 就这一次交 后面就不可以再交了 所以呢 尽管这三个税的特点呢 都是对承受的这一方交 但是还是有所区别的 好 总之 这个税的特点啊 是这样的 然后再来看所得税 所得税呢 是两个 甭管是起税还是个人所得税 原理是一样 他首先都要把纳税人分成居民和什么 非居民 非常重要 知道吗 首先学税法的学员要清楚 在所得税当中 他一定要分 你要是企业 他分你居民企业 你还是非居民企业 要是个人所得税里 他也要分 你是居民个人 还是非居民个人 所以这个对于所得税 为什么这么重要 它区分的意义是在于什么 是在于对于不同的纳税人 他的纳税义务是不同的 如果被你被判定为是居民纳税人 甭管企业个人 你所承担的是无限纳税义务 什么叫无限 来自于境内的收入 境外的所得 都应该负有纳税义务 他是境内境外所得都征你税 但如果认定为 你是非居民身份的话 这个时候正常情况 没有特殊的话 他仅对是承担的是 有限纳税义务 有限什么意思 他仅就你在我境内所得来征税 境外他征不着你 所以由于他们承担的纳税义务不同 所以他们的区分身份也不同 所以在所得税当中 有点类似于跟增资税一样 他首先也要被 对纳税人进行身份的划分 他首先必须看你的身份 是均匀还是非均匀 从而才能够决定 对你哪赚来的钱来征税 所以他意义在这 然后呢 我们具体学的是要知道 不管是企税还是个人所得税 他们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由于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个人 显然划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企业在划分的时候标准 一是首先看你的登记注册地是在哪 你只要注册地是在中国境内 肯定是居民纳税人 为什么 因为视为是中资企业 或者第二个标准 注意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中间用的是货资 货资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两个地只要有一个地 只要有一个地是在中国境内 你就属于居民纳税人 你要么注册地是在境内 你要么就是实际的管理机构在境内 你只要有一个满足在境内 OK 你就是居民纳税人 如果这是两个地都在境外的 记住了 那肯定是非居民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 划分企业所得税 居民非居民是两个标准 两个标准是货的关系 不仅知道货解释的是哪个 无论哪一个在境内都是居民 同时还要知道 这两个标准一定是递进的关系 这个递进理解是什么 只要先看第一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只要发现 它是境内的 就不看第二个标准 必须是第一个标准看完了 注册地在境外 才看第二个标准 才看管理机构 所以尽管它这两个标准 是货的关系 但实际上在用的时候 它是递进的关系 当第一个标准就具备了 就不看第二个标准了 只有在第一个标准 不具备的情况下 才看第二个标准 知道吗 是这样的一个递进关系 但是咱们理解非常简单 居民企业划分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要么你注册地在境内 要么你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的 只要有一个是在境内 你就是居民企业 都在境外的 那就是非居民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个人所得税呢 就变了 它毕竟是个个人 所以它的标准是住所 跟什么 跟居住的时间 它就不可能看注册地的问题了 对不对 第一个是要看 在中国有没有住所 而且这两个标准 告诉大家 也是递进的关系 先看有没有住所 如果第一个有住所 这个标准已经具备了 就不看第二个居住时间了 所以当有住所的情况下 直接就判定是居民了 当没有住所的情况下 才看第二个标准居住时间 所以解释完了 大家就明白 看你这纳税人在中国 有没有住满183天以上 一定前提建立在 是对什么样的人 一定是在中国 没有固定住所的这些外国人 他要是在中国有习惯性的固定住所的 实际上相当于他是中国人 所以他肯定是居民 那些在中国没有固定住所 来到中国的 看见了吗 他自己的主要住所是在国外 来到中国工作或者居住旅游 这时就要看他的居住时间了 他没有住满183天 他一定是非居民 但如果说他尽管没有住所 可是他住的时间很长了 他已经住满183天以上 他照样是居民纳税人 所以呢 在个人所得税中 概念一定要清楚的地方是在哪 有住所的 就不看第二个标准了 没有住所的 才看第二个标准 看居住时间 这会清楚了 好了 他也是递进的关系 好 这是呢 在所得税当中 他特色的地方 一定要首先看 他是居民非居民 所以你看我们综合题 考企业所得税时 上来一定告诉你 某居民企业 他会告诉你的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纳税人 所以我们在掌握 这个纳税义务人的时候 应该我重点给大家挑的是 这几个 剩下的太简单了 剩下的您不用现在就学 您到最后基础班 稍微一带而过 而且他基本上也不会考什么题 重点的都在这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再来看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刚才什么叫代扣 什么叫代收 已经解释了 但是不见得所有的税上 都会设代扣和代收 有人 不会的 它一定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税种 我们下面来看 在哪些税上 会设定代扣代缴 义务人 那我们下面来看 第一个 会在增值税里出现 而增值税主要考计算题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在什么情况下 就不是纳税人自己交了 他就要实行支付价款的一方 附有代扣义务 看好 适用在 这是一个境外的单位 注意啊 是国外的单位 在哪 在我们境内 发生了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注意啊 这是一个外国公司 它在中国内 产生了应该交增值税的一些业务 但是呢 它在我们中国境内 并没有设经营机构 它在中国连个办事处都没有 连个经营机构 分支机构都没有 但是它照样会在中国发生应税行为 有些学儿不理解 怎么会呢 它在中国也没有机构 它怎么能够出现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收入呢 很正常啊 大家看什么什么收入 最典型的 借贷呀 投资啊 它给中国企业借款 收利息呀 它对中国境内投资 投完了 它从中国企业分红利呀 分股息红利吧 这是一个 当然了 股息红利 它是不交增值税的 对不对 主要是利息收入 要交吧 特许权吧 它让咱们中国企业 用它的商标 用它的专利 中国企业不得给它付使用费吗 看什么 租金很有可能吧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说呢 它虽然是在中国没有经营机构 但是它往往会在中国境内会有收入 有税源呢 你从我中国地盘上挣钱了呀 而且还就是从中国的单位 个人那儿挣来的钱 我们支付给你钱的一方 都是中国的企业跟个人 看出来了吗 这时候你又没有经营机构 你自己没法跑到中国来交税 这也行不通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由境内的哪一方 看好了 购买方 就是购买你这服务行为的 支付的这一方 也叫支付价款的这一方 它在给你钱的同时 要替税务机关将增值税 代扣代交 OK清楚了吗 好了 所以设定代扣代交 义务人士第一种情况 适用在增值税里面 它会产生代扣代交 而这个增值税当中里面 购买方在代扣代交增值税时 会含在计算体考的 可千万别小看它 为什么 此时购买方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他支付给你对方的这个价款 同时还要代扣增值税的话 他代扣的这个增值税 对于境外的这个公司单位来讲 相当于是他交税 我们境内这方只是替他来扣这个税 所以这笔代扣的增值税应该知道 对境外的单位来讲 相当于就是他应该交的什么税 肖像税 知道吗 就是他在中国赚来的钱的收入 他要记提肖像 但是对我们境内的购买方来说 看出来了吗 你替他代扣的这笔肖像税 对您来讲相当于就是您的什么 进项税 所以当算出这个代扣代缴的增值税以后 在计算体当中 记住主要涉及是什么 进项税入 所以我们考大家的计算体 纳税人是购买方这角度 我们不是考境外单位 所以作为购买方 您在核定您当期可抵的 进项税额的时候 您替境外单位代扣的这笔增值税 您记住了 就是您属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您要计算的 您要可以抵扣的 否则您就漏掉了 就跟什么 就跟您在国内买人家东西一样 您要是在国内买境内单位的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境内单位直接就给你开增值税专票了 他自己直接交税 不用你去代扣去 他交完了税 他就给你开票 你拿这张票呢 你就可以直接作为进项税底 现在这方不跑到国外了吗 跑到国外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他没法自己直接来交税啊 所以你得先替他把这税扣了 同时呢 他交的那个税不就转嫁给你了吗 照样是变成您的进项税额 完全可以抵扣的 所以他就出现了代扣代缴的问题 好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代扣代缴的税 相当于就是您的购买方的迹象税额 所以这个原理 大家看完 对于初学税法的学员来讲 你不要死背 你就想这个业务 我要是购买方 我采购东西 我采购的对象 无非是两个 第一个是采购的对象 是境内单位 我买他的东西 买他的服务 也有可能呢 我买的服务是境外的单位 最大的差别 看出来了吗 我购买方 如果购买的这个对象 是境内的这个单位 这个是没有代扣问题 我也支付他多少 一百万的价款 当我给他一百万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实际你给他的钱 不是一百万 这个价值本身 可能原材料是一百万 这个境内单位 是自己自行纳税的 这个时候境内的单位 他卖给你这东西的时候 他是要自行给你开票的 开的还必须是什么票 专票 专票上往往写的是 价是一百万 税是多少 十三万 百分之十三呢 所以他合计一共是多少 一百一十三万 所以您给他持继支付的 不是一百万 应该是多少 价加税一百一十三万元 他给你开了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价一百万 税十三万 合计金额一百一十三 最大的特点是 您需要替他来扣税吗 不需要 因为此时这个十三万对于境内这个卖方来讲 他自己自行缴销项税额 他自己交销项税额 他是拿这个价款的一百万乘以百分之十三 所以他交了十三万的销项税额 他把交的这个税要转嫁给你下家 所以他收你钱的时是一百一十三万 给你开了专票 他交的这十三的销项是他自己交的 对应着您就是十三万的什么 进项 您看您的进项是交了多少 也是这么算出来的 是拿你购买的不含税的价款 也是乘以百分之十三 算出来十三万的销 此时他的销就对应您购买方的进 看上了吗 而此时由于你购买的对象是境内单位 你不需要替他来扣这个增值税的十三万销 他自己就报税了销项税额 他报完了就直接给你开专票 你凭着这张专票呢 就把十三万的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掉了 这叫凭票抵扣 OK清楚了吗 但如果你现在购买的对象是境外的这个单位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境外的单位 他就不可能做到到中国来自行纳税了 交不了 因为他在境内也没有金融机构 他也没办税务登记 他都不知道上哪去交去 所以对于这一笔钱 他照样应该收了我们购买方钱了吧 这个是实行的 他照样得交销项税额 看出来了吗 这个销项税额交的时候 不是他自己自行交了 他就不自行交税了 他不自行申报纳税 他没法自己交 就转成了谁呢 有我们这个购买方 你来替税务机关代扣这笔销项税额 知道吗 替税务机关扣掉境外单位应该叫的销项 他自己交不了 所以你就负有代扣意义 你替他扣完了销项税额交给了税务机关之后 实际他也把销项税转嫁给你了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 境外的单位是给你开不了专票的 知道吗 这时候可能普票都开不出来 因为人家境外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发票 人家不是凭发票空税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买方就不是凭发票专票来抵扣了 这时他可能就给你开一个形式上的发票收据 签收一个收据 那按理来说你是没法抵扣的 所以这时购买方怎么办 你毕竟他也承担了销项税额了 他把交的销项税额也转嫁给你了 就变成您的近象了 知道吗 他得收您钱了 这时您的这个近象是也可以抵扣的 但是就不是凭着对方给你开专票 他开不了 开不了怎么办呢 您购买方必须 您不得替他代扣这笔销项了吗 您不得交到税务机关吗 所以这时候您就到里内所在的税务机关 税务局就可以给您开票了 开的叫缴款凭证 也叫完税凭证 您就可以凭着税务机关给您开的这张票 您就可以作为近象来抵扣 它也是凭票的 但是凭的不是增值税专票 凭的是税务局给你开的税收缴款书 你就可以抵 所以以后呢 大家学完这原理就明白了吧 学东西不要去背它 想这业务怎么做的 你买的是境内单位的东西 你买的还是境外的 你买境内单位的的话 那么境内的单位 它实行是自己报税 自行交销项税额 给你直接开增值税专票 所以它把销项税就转嫁给你 你成为近象 你是可以抵 你要是购买境外单位服务 就不是了 这个时候 第一个 它自己不直接交销项 该交还是要交 但是这个销项是由您来代扣的 第二个呢 是它没法给您开专票 所以您得要拿着什么 到税务机关开缴款书 这样作为您的境相 才可以抵扣 所以它就有了代扣代缴的意义 你要是不代扣的情况下 这税款不就流失了吗 因为境外单位 你直接给人付钱了 也没有把税给扣了 税款就流失了 所以在增值税当中里 它设定代扣代缴 这回清楚了吧 所以考在综合的计算题里面 这个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它要作为题当中的 迹象税额 它是可以抵扣的 别漏掉它 好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看出来 设代扣代缴的是在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是在什么情况下 适用于呢 适用于的一定都是非居民企业 这是首先大方向记住了 知道吗 就是注册地跟管理机构 都不在境内在境外 纯粹一个外国企业 不仅是非居民 还要进一步来说 什么情况 第一 在我们境内压根就没有设经营机构 没设立经营机构的 这是一种情况 就跟增值税一样了 你尽管没设经营机构 但是你在我中国境内赚钱了吗 赚钱了 也得交起税 你有所得呀 或者第二种情况 你虽然设了机构了 但关键是你获得的这笔境内所得 不是通过境内设的这个机构赚取的 跟你在设的机构 境内机构没有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 就不是由这机构来交税了 这时候适用的 都有支付价款的一方 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 所以在起税当中里面 设代扣代缴的 是适用在 一必须是非均匀 第二适用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压根就没有机构赚取收入的 一种是虽然设了机构了 但是这个收入不是通过这个机构赚取的 都要由支付的一方 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 所以看完了 大家看出来 实际上呢 就跟刚才这个代扣代缴增值税 不就连去来了吗 我刚才举那例子 你那个境内的支付价款一方 除了要想着替境外的单位 代扣增值税以外 还要想着这笔收入 还应该交所得税呀 所以这时候在代扣完增值税 还要想着再代扣什么 企业所得税 是一样的 OK 清楚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什么 举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是境内的北京一家公司 看好了 北京的一家公司 反过来吧 别这么说了 倒过来 他举这个例子 他说这是一个首先非居民 非居民特点就是注册地跟管理机构 都不在境内 比如美国公司 这是一家美国的注册地管理机构都在美国啊 所以首先把他先认定为是一个什么 非居民 知道吗 结果这个美国公司 非居民呢 同样会在中国赚取收入的 他在我中国境内没有设分支机构 但是他也会照样跟中国的公司发生交易行为 比如就跟美北京的一家公司就发生了一些应税行为 什么行为呢 大家看出来 给这个北京的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 同样是一个未设机构的 在中国没有设机构的非居民 由于直接给北京的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 所以呢 作为北京的公司就是支付价款的一方 你必须要按照合同支付给人一笔咨询费 所以按照合同约定 就要支付咨询费 所以以后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了啊 他体理一定要交代清楚 体理交代清楚的同时也告诫大家 以后我们跟境外公司签这种合同时 合同中的这笔咨询费 一定要说清楚了 是含税的 还是什么 不含税的 知道吗 得交代清楚了 因为这笔钱是需要交税的 在综合的计算题里面 他会明确告诉你 这笔这个应税行为 是由境内支付方 富有代扣代缴义务 知道吗 所以他得交代清楚 这个钱是含税的 还是不含税的 如果他要交代清楚 他说这个咨询费里面 是一个含税的 是由北京这一方 富有代扣义务的 他得这样表述 知道吗 总共假设多少 一百万 他是这样出题的 他说合同里订好 咨询费是一百万 这一百万当中 这个支付北京的这一方 是含税的 富有还要需要扣去 相应的税款 含着税款在里头 而含的这个税呢 是由北京的这家公司代扣 他富有代扣 他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啊 这样的话这一百万就是一个含税的 这种情况完成之后 下面问大家 作为北京的这家公司 您就富有代扣代缴相应税款的意义 那都需要替代扣代缴哪些税呢 这就完整了 由于对方提供的是咨询服务 第一 属于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同时还要交什么 对方是个企业 所以还要代扣企业所得税 知道吗 所以这样的话 税就都出来了 出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计算题就主要怎么考 这一百万 首先大家得要算出来 应当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知道吗 这个代扣代缴增值税 其实就是相当于销项税 其实说的就是销项税 怎么交一百万含税的吧 先除一加百分之六 它一定是含税的呀 这收入肯定是含税的 为什么含税的 因为对方公司压根就不能给你开专票 它做不到价税分离 所以你给的钱一定是价税合计的 知道吗 税点是属于现代服务 所以六 再乘以百分之六 算出来应该交的增值税 紧接着还要代扣代缴 什么税 企业所得税 还得交起税呀 起税里也需要代扣 所以拿一百万尽管是启税 但是也必须以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做计税依据 所以照样要剔除百分之六的增值税 剔完了还要考核大家 享受税率优惠 凡是实行代扣代缴 您就发现 所得税都是叫预体所得税 目前我们的税法规定税率是按百分之十 算出来 本来规定二值 但是享受优惠 百分之十 看出来了 这个题才叫完整 完整之后让大家算完了 回头您这个北京这家公司 别忘了您代扣的这笔销项税 还是您的进项税 对您来讲 北京公司是进项 您要把这个A要作为您当期可抵的进项税额 去抵你的销项税额 算出增值税来 讲清楚了吗 讲明白了吗 好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设定代扣代缴 义务人的增值税和起税 发现这两个税恰恰是考综合题的 所以这个代扣的这俩税容易考在综合题里 务必听明白了 千万别死尽硬背 是不是你题才能做准确了 把握好了 好 第三个大家看出来 也是肯定计算题要考个人所得税 这个纯自然人 个人他都不用办税务登记 往往他又没办税务登记 又没有拿营业执照 而他所获得的收入 税务机关是很难掌握 所以你让个人都自己去自行报个税 往往行不通 所以你就发现在个人所得税当中 个人所获得的收入几乎怎么样 都应该是代扣代缴 只不过我们现在呢 还有一个预扣预缴 意思是一样 所以您看通常个人哪些都难过了 工资啊 劳务啊 搞仇啊 特许权 这四项不就是综合所得吗 看见了吗 那实行就叫预扣预缴 那个支付方给你钱的时候 就付有预扣预缴义务 然后您获得的利息啊 股息啊 红利啊 看见了吗 财产租赁啊 财产转让啊 偶然所得 这不在税法里面 个税里就分类所得吗 这不就叫分类所得 所以这些往往都是什么 也都是由支付的这一方 代扣代缴 所以你看个税里面 设代扣代缴都特别多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代扣代缴义务人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第二个 代收代缴义务人 这个代收代缴义务人 就比较少了 第一个主要适用在哪个 对消费税当中 消费税里主要是哪个呢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这个时候呢 本来纳税人是谁 是委托方来交消费税 但是呢 他自己往往不直接交 是由受托方代收这笔消费税 除非这受托人是个人 不能实行代收 那就委托方自己来交 所以我们计算题用的最多的 看出来了吗 这是考计算题 就是考委托加工 大家说了 为什么是受托方代收 原理是什么呢 讲一下原理 他说这边是委托方 这边呢 是受托方 知道吗 委托受托方干什么 加工一批消费品 由于是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所以它会产生了消费税 所以应该要交 因为消费税在加工这环节 是属于应征消费税的 所以这是如果该交消费税的情况下 大家看按理来说应该是谁交 应该是他是纳税人 知道吗 他不应该是纳税人 他这个消费税只是替税务机关 代收代缴 为什么是这样呢 说一下原理 是因为委托方 究竟委托了谁 加工了消费品 税务机关是不知道 也没法掌握 清楚了吗 只有谁最清楚 受托方 你给他干活啊 你清楚啊 清楚什么 你收他多少钱呢 你不能白给他干活啊 你给他提供了加工服务的话 你得向他收取什么 加工费啊 知道吗 所以由于你收他的钱 所以你自然应该知道什么 他应该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他如果交消费税的情况下 税务机不知道啊 由于税务机不好控制这部分税源 所以于是呢 就交给了受托方 你不是直接给他提供服务吗 所以就要求你在收他钱的时候 你不能忘了啊 你还得替我税务机关 还要代收一笔什么 消费税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加工的是应征 消费税的消费品 是要产生消费税纳税应用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让委托方来自己交 因为如果委托方拿回来之后 他要自己不去报税 税务机不知道啊 这税就流失了 于是为了防止税源流失 所以受托方你最清楚 你清楚你给他加工的就是消费品 你清楚的是他应该交消费税 所以呢 你肯定要收他加工费 所以你在收他加工费的同时顺道 就要把消费税一起收上来 这样税源不就不流失了 OK清楚了吗 所以这就是代收代交 等于实际负担这笔消费税的是谁负担的 真正是他交的 实际是他交的税 清楚了吗 所以你在收他钱的时候 是连加工费在什么 在消费税一起都收了 好了 这就是呢第一个说 第二个很简单 一般我们计算题不靠 就是车传税 所以大家如果是都有 家里有车的情况下 车传税因为它是保有环节 知道吗 而征收的税 跟房产税一样 你只要拥有车 你就是一天不开 你得要年年交车传税 它也是按年要征的 但是呢 由于呢 拥有车的人大部分都是自然人 你要企业可肯定没有问题 自然人他很难有这纳税意识 所以为了防止呢 这个税源流失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就想了一个招 想了一个什么呢 你这个拥有车的这个人 是强制你必须要交强险的 就你这车必须强制你要上 这个强险 至于说你什么商业险啊 到强险啊 你不上没关系 但是强制险必须上 由于你必须得要交强制险 所以你要跟保险公司 就要打交道 所以你拥有车 年年就得要交强险 你不交你这个年减货不去呀 这车每年都要做年减的呀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 当你交给保险公司保险费的时候呢 他顺道他就代收了车传税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 你只要是办保险 保险公司一定会同时 把车传税给你收上来 所以他给你出具的那个保单上 你发现就有两栏 其中一栏是你的保险费交了多少 一定同时在保单里显示 代收的车传税是多少 他就一起出来了 然后你把钱就全交给了 我们之前呢管得比较松 就是也可以自己去交税去 也可以由保险公司代收 结果就会出现 保险公司不主动代收 纳税人自己也不去交税去 所以这税就漏了 所以现在可就不是了 现在是只要在保险公司 来那个上保险 保险公司必收你车传税 他就不像原来了 你收不收都无所谓了 现在等于保险公司 一定履行这义务 原来他没好好履行这个义务 所以导致税源流失了 好了 这就是代收 所以在纳税人当中里 不仅要清楚纳税人 还要清楚代收代交 代扣代交 但是这个设定代扣代收的 不是在所有的税里都适用 我们大部分的税 还是要强调纳税人 自己主动去交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他才会设定代扣代收 好了吗 好了 这个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这是我们在基本概念当中里面 我们税法要学什么 就是学来自于税法的11个构成要素 而每一个要素都有它侧重点 都有它特色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些先听 吃透了 先大概明白原理了 等到我们基础班 自己开课的时候 你就展开 详细来讲 那你就好理解好接受 不然的情况下 就很难接受这些东西 就会出现听不懂这种情况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